Line on the way Line on the way 哈囉大家好,我是哥布林,今天回合我們的XPLANE 又是另一部機場大探索 是我們在查瓜爾機場 呃,看到這邊你應該知道周圍機場的危險之處了吧 沒錯,附近全部都是高山和山谷 而機場就位在山壁和山壁之間 周圍機場位於秘魯 機場的跑道為1205公尺 海拔為1209公尺 對,他們兩個就是那麼接近 每次要降落這個機場的時候,你就得繞過這堆東西 像在Line on the way WOW! WOW,這個真的很近 我是說離天國的距離 呃,1205公尺的跑道 L140是能輕鬆應付啦 但更大的飛機我就不怎麼確定了 還是給你們看看機場的地形 這根本就南美的帕羅機場 這所有路好軟喔 近長時間 還有發現我們在移動的過程中把螺旋槳摔爛了 再來一次 而周圍機場最危險的地方就是他的進場 你可以看到我們旁邊全部都是山壁和山谷 我們又一次的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 還好不用到捲邊站 保持中立就好 跟台灣的局勢不太一樣 OK,跑到頭在我們前方的左邊 我在開玩笑 反正等等我們進場前要來個左轉 OK,我看到跑到了我們得來個左轉 因為右邊的山在壘 還有發現我們左邊的地形也有點阻撓 開始轉彎 我真的覺得這個著陸有點刁壯 我們現在高度有點太高了 OK,我們下面有箭頭區 但箭頭區是在緊急狀況的時候才會用到 雖然現在看起來確實有點像緊急狀況 速度有點快 OK,沒有到很糟啦 一個非常成功的殺停 畢竟這架飛機只是架螺旋槳飛機 我們已經滑行到定點了 還有我不相信美國航空的包裹會出現在南美 好啦,還是有可能啦 只是可以確定的是 AAML在這邊開定期航班 OK,這大概是整個進場過程 這大概是近期最軟的一個著陸了 D.C.3,一款非常傳奇的飛機 WOW,這次我們有點太偏左了 轉彎 喔,我們是不是有點太低空 Full power OK,救回來了 哇,我真的很不會空這個 喔,我沒有彈起來了是不是 OMG WOW 我 啊 直接跳到下一架飛機 Yeah,在我還沒練好它之前 我是不會再用這架飛機 T.C.300 希望你的性能能保住我的性命 Oh God 我覺得資本家現在很緊張 你看看旁邊的山壁 況且還還酷用我這種機槳 喔,這個真的很搖擺不定耶 開始轉彎 喔,我們這邊可能要來個比較大的banking 喔,太大了太大了 OH MY GOD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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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再來一次 非常大的banking 我覺得我腰杆吃到會被我用壞 WOW,又急 一個完美的沙停 我們先不論那些硬著陸軟著陸什麼的好不好 停下來才是重點對吧 WOW 我想資本家經過這個著陸後會請一個更好的機槳 像我們在A319 這會是一個非常驚險的著陸 Oh God OK 各位乘客 我們現在有三高的狀況 高速,高度過高 還有額頭過高 好個沒有額頭過高的部分 我現在知道第三高是什麼 投胎機率過高 這個殺不住 這個殺不住 WOW WHAA YAAA 在這種七強降這麼大的民用科技 好像都是一個很聰明的選擇 Second Try 就是我們把速度高度什麼的都壓低 希望這次能把投胎機率也壓低 左翼拍 左翼拍 我們的左翼拍這次可能有點撐不住 還有我們的右引擎可能會吸到一些塵土 呃...這是一個成功的著陸耶 我有點意外 因為機場的高度和跑道的長度都可以1200多公尺 而且A319的煞車能力不是到特別好 所以我對更大的飛機有信心 像我們在MDA裡 希望它強大的短跑性能能幫助我 至少幫助我能夠不要賠償乘客的醫藥費 開轉 OK 雖然我們有點偏右 但這個轉彎比前幾次順利多了 準備出力 OMG OMG 這個出力好像不是那麼的順利耶 但是我們停下來了 對吧 Yeah 我們就先不談這個著陸了 Oh God 呃...這個起飛的部分有點危險 應該說非常危險 因為前面的地形 嗯... 而且這跑道對737來說已經算是很短了 ROLTATAY 希望這個PROPILOTS能把飛機成功拉起來 Oh God 咳咳 我們先不論那個被我們撞爛的建築 我們成功了 對吧 Oh God Oh God 我們成功起飛了 對吧 WOW 我的負債 PROPILOTS 最近所有的東西好像都離得很近 降落時間 我現在比較知道怎麼降之後機場了 你得先把機身壓得比較低 速度也不能太快 不然很容易失去控制 Oh 左翼派 WOW 降落機場還有另一個秘訣 不要聘請哥布林當機長 再來再來好不好 OK 非常的順利 這大概是我近期最成功的轉彎了 WOW 我剛剛只有說最成功的轉彎 沒有說最成功的著陸 對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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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現在的機師 可憐啊 怎麼會有一個白癡機長降成這樣 Oh My God 他的臉怎麼了 這個轉彎看起來也不錯 好 這次我們以停下來為主好不好 我們是以停下來為目標 對吧 呃 成功了 還有我們的輪胎好像爆胎了 突一五四 喔 我們這次有點太偏右了 被右派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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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影片降落好像沒有一次成功的 我已經賞好影片的標示了 摧毀左翼派的低聲號角 十代的洪流 YA 成功了 其實這個著陸和這架飛機毫無違和欸 你知道蘇聯都是右派的 我怎麼還在扯左翼右翼啊 A350 一千兩百多公式 350應該是可以殺停的 我很愛350的手感 Oh My goodness OK 全反推架Break Max Oh My God 這個會很勉強 呃 我們把它當作在滑行好不好 在滑行 對 這個轉彎還不錯 Oh My goodness 我們先不論這個著陸的軟硬度 747 這次我們換一個方向起飛 而這個方向的地形就更可怕了 Oh My God 好 我們把箭頭區當作跑道的延展處 好不好 Rose us a 我們前面的地形有點 NO 我們的一號引擎 降落的部分 我們還是不要抱太大的期待比較好 轉彎 噢 噢 噢 你今天摧毀左翼了嗎 我的意思是 我們成功停下來了 哇 這確實不是一個軟著物 但是我們停下來了 所以可以繼續了 波音737 這次我們來換一個方向降落 剛才我們是從那邊降的 Hell 我覺得這個方向的地形 好像比剛剛那個方向還要可怕 沒錯這個方向也要轉彎 而且Bankengel比剛剛那個方向深很多 對準一下跑道 希望我們的左翼不要再出事情 當然乘客的性命也很重要啦 希望他們不要再出事情 噢 太小聲囉 原來你們已經窒息了 那沒事 波音747 呀 剛才那個方向都不成功了 這個方向也 還有這個左翼真的是在夾縫中存生存 有點類似香港 因為他們比台灣嚴重 這個進場非常的不成功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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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著陸 對吧 好 別鬧了 我們來點正常的著陸 這個進場真的非常刁鑽 太早轉會撞到右邊的山壁 太晚轉會 會 會這樣 OK這部影片來總結什麼呢 哥布林航空中正常一點的著陸就是 撞毀的意思 又是一個奇怪的總結 跟這個頻道一樣奇怪 OK今天影片很久不見 如果是女流色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分享 如果你不喜歡女流 沒關係 民主自由的VB 希望讓我珍惜 沒人給你看 OK掰掰 這次念得好順喔 What a smooth land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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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